不许多 酒吧不是你喜欢的地方吗 怎么还这副样子 那我可以去跟舞池里的 妹妹们跳舞吗 不可以 我来酒吧就是跟妹妹们玩 不能跟妹妹们玩 我来酒吧有什么意思 你是小女人小疯了吗 她可是夜没笑 还有两次约会 约完你会放过我爸 不骗我 不骗你 四次约会后 你不接受 我不再缠着你 那接下来两次约会就免吧 反正我也不会同意的 盐儿有信有错吗 你希望我毁约 所以就算讨厌也忍着 好好地度过这四次约会吧 我想要给你留下一些回忆 你也给自己一点时间告别 回忆要来有什么用 算了 算了 反正还有两次我就自有了 我上个洗后间 是不是那个小哥哥吗 好 顾小姐 跟你男朋友一起来的 我干吗要跟我男朋友一起来 他也以为他就是 我现在单身了 要不要一起喝一杯 不要 你想耍旧风 找别人去 你别走 你别陪我 drawn 什么意思 今天抱歉了 我和别人一起来的 你漂亮吗 我哪里不比你个女人厚 你不是说 你喜欢我护仲惡人的样子 喜欢我的任性 喜欢我的态 fund 你干吗要跟她在一起 你别走 你陪陪我 你干嘛 你没换我 今天不想泡巴 我的司机来了 先送你回家 走吧 走 江医生 早 白鹿还在睡吗 在天台上 说太闷了 想吹吹风 他现在怎么样 我上去的话 不会磕到他吧 当然不会 他好多了 快去吧 在云环绕 麒麟入怀 这是胎梦 这就是胎梦啊 小父亲真是个好孩子 就是太调皮了 折腾的小妈这么辛苦 这是我应该做的 Gross 饿不饿吗 江医生 你们超级人类里 女人很多吗 不太多 我们本来就很虚少啊 白鹿是最漂亮的 当然 白鹿是最漂亮的 那白鹿也可以 活很久很久 当然 千岁 千岁 千千岁 江医生 我们一起搓和白鹿 和邻居大哥吧 什么 你要做和大乔哥跟白鹿 我耳朵是出问题了吗 果然是助理 没什么远见 首先 我和邻居大哥已经分手了 虽然有个孩子 但我们已经不可能 走在一起了 相反 我觉得你们会复合 第二 你还能够把我 几十年和我挂了 白鹿生了小福星 他以后会疼爱小福星的 比那些后妈什么的强多了 在没有爱的家庭里长大的孩子 多半会跑偏 小福星可不能跑偏 他一旦跑偏 大概会成为漫威世界里 毁天灭地的肉扇大魔王 第三 邻居大哥总不会一直单身下去的 所以白鹿 是最好的选择 可是 大乔哥喜欢的不是你吗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现在已经不喜欢他了 田小姐你别说气话呀 大乔哥搬到你对面 你不是也很开心吗 那时候我还对他余情未了 可是我的人生只有短短几十年 我总不能到了六十岁之后 再到跳广场舞的老头里找个对象吧 那现在你就不喜欢他了 冯冻冻 你要记住 你不喜欢他 当你遇到一个女生的时候 千万不要辜负他的热情 就算是胎儿 都会有熄灭的一天 没有人会在原地一直等你 你赶紧把这句记下来 发微博 你的粉丝 都嫌你的微博没营养 对对对对 我怎么突然变得这么有才华了 没事 了吧 不行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全都听到了 你和小植 我是来谢谢你的 你们组织帮了这么大的忙 上次在白鹿家 也没来得及道歉 不用客气 我们是同类 互相帮助是应当的 世上没有理所应当的事 应该心存感激 仅仅是感激有什么意义呢 别人要的又不是感激 感激总是比较容易一点 做决定 并未决定负责很难 怕后悔 怕后悔 更怕没有后悔药 那不妨去试试 看会不会后悔 不彻底做决定的话 轻易去尝试 那也是 一种作恶 有时候跟随理智 不如跟随直觉 人体是很精密的义气 有时候跟着直觉走 反而是对的 直觉告诉我 不要轻易去尝试 那只有等了 等 等直觉告诉你 只能做的时候 你俩 这世上没有人有义务 一直在原地等我 这世上还是有人 即使没有义务 也会一直等你的 比如我们 不认识 不认识 既然需要的不是感激 我就不多说了 一会儿田净植 就到公司了 我先走一步 我送你 留步 来来 队长立新宫了 请大家喝咖啡啊 好 放这儿了 好 丸子姐 你的咖啡 谢谢 看到小燕哥了 好像去会议室了吧 你已经确认死者是红世光了 通缉犯已经落网 小燕哥怎么没有想象中的 那么兴奋啊 矛头小子就是矛头小子 破案事工作 破一个案子你就这么兴奋 你当破案事吃兴奋剂呢 忙你的去 不认识 刚当警察的那会儿 我跟着师傅调查一个案子 剩这一根线索 摸了一年 抓到人的时候 发现全都弄错了 我哭了整整一个晚上 觉得浪费了一年 又得从头开始 我师傅说 查案 就跟谈恋爱是一样的 谈了很久 发现不是对的人 就尽快分手 失恋了 哭一哭很正常 积累了经验 下一个也许就对了 谢谢你的安慰 谢谢你的安慰 论警铃 你比我长 洪世光的落网 的确是值得开心的事 也了了我的心病 不过 山洞杀人案和放小失踪案 都跟洪世光有关系 是非常重要的线索 我一度怀疑凶手就是他 可是现在看来 洪世光根本就没有作案能力 而且还死了 重要的线索突然断了 有点沮丧 再算难免 队长 线索是断了 但目前来看 方向没有错 说说你的看法 我们之前的假设是 洪世光的祖辈 和两位失踪者的祖辈有仇 洪世光为了报仇 调查出他们的资料 然后杀人 而方小 无意间看到这两份调查报告 所以洪世光找到了他 在找到洪世光之前 我其实有过困惑 如果真的是他杀了人 好像没有必要掩盖证据 而且我们到现在 也没有弄清楚 凶手到底是怎样做到 在那样一个山洞里杀人呢 你继续 如果洪世光背后 还有其他人呢 这个人因为认识洪世光 而与死者 与失踪者 产生了联系 你的意思是 是凶手请洪世光 帮忙调查信息 这也解释了洪世光 为什么还保留着调查报告 没错 是把柄 只是没想到 那份调查报告 被方向看到了 所以凶手想找上方向 掩盖证据 所以我觉得调查方向 没有问题 有道理 看来我们接下来需要 这跟洪世光有关系的人 对 队长 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你 你说 你是怎么知道 洪世光得了怪病 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 你不要过来 我与你恩断情绝 从今往后 本座再也不要见连礼同之 再不许有鸳鸯成说 再也不要听琴瑟和鸣 让那些相爱的神明天人永鸣 让那些幸福的人以泪熄灭 让雷雨和黑暗永远笼罩世界 我已经感受到了这个网游NPC大魔王黑化的心路历程了 这田净植最近心里很苦吧 这田净植最近心里很苦吧 声音就像阴那小火车在开着 越开越稳了 心率一百二 很正常 你感觉怎么样 感觉已经彻底平稳了 很好 暂时没什么事了 不过 下午你就回去吧 你还有事情要处理 不要在我这里耽误时间 怎么能是耽误时间呢 你是最重要的 江一航 我还是觉得跟你说清楚比较好 虽然不知道你到底喜欢我什么 但是不要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 你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我们就做朋友吧 你还真直接 我们活了那么久了 总比年轻人脸皮要厚一些 心理承受能力强 说话也可以直接一点 而且未来 我们是要相互扶持 才能走下去的伙伴 我们彼此需要 所以你还是把我 放到正确的位置吧 那你喜欢什么类型的 薛灵桥那种吗 比我有能力 比我率先 他不错 你想听我赞美你的话吗 如果说那些 能让你现在开心一点 我可以说出很多你的优点 我会想听你 虽然被你赞美很高兴 但是我今天也不想 见到好人看了 为了避免你说出 我更不想听的话 我就先回去了 回去吧 暂时避免尴尬 你也会觉得尴尬 基本不会 但很奇怪 拒绝你 让我觉得尴尬 太好了 我是特别的 这个月天平座和射手座的朋友 要注意了 感情很容易亮起红灯哦 有对象的可能会发现 自己在对方的眼中 突然就失去魅力了 比如对方总加班了 对你的改变生而不见了 微信总不回了 或者一直非常非常喜欢你 喜欢到死缠烂打的人 突然就对你没兴趣了 我收手座哎 好消息啊 说不定下次约坏 叶美笑就突然不喜欢我了 你这么讨厌叶美笑 为什么每一句话都要提他 你不知道有一个规律吗 你每天经常会提起的 只有两个人 一个是你非常喜欢的 一个是你非常讨厌的 那你怎么知道 叶美笑是不是突然不喜欢你了 这怎么会不知道呢 一个女孩子不喜欢你的时候 就很明显啊 举个例子 比如 根本就不想听你说什么 突然不分青红皂白就跟你发火 对待你一点耐心都没有 我 我的天哪 你真的是 怎么会有你这样的人渣 再比如 你突然靠近他的时候 他脸不红 心不跳 还希望你像污染源一样 滚远点 大哥 加上你 我跟我的三位前人都是好朋友 我对你 已经没有任何非分知晓了 我什么都不想对你做 懂 以前在你的面前 又漂亮又优雅 可是现在 一点都不注意形象 好像突然在他眼里 都不算个男人了 一大早就被吵醒 鼻孔都被塞过了 我回去了啊 你什么星座的 跟我一样 是射手 原来是天秤啊 怎么了 田净植不喜欢你了 让你坐 坐到田净植都不喜欢你了 你记住 永远在原地等你的 只有地铁站门口要饭的 你也记住这句话 好可怜好可怜 来 吃点甜的 心情会好一点 这冰激凌刚好有话的 可以喝 来 中醉 你 怎么了 继续啊 全名单美啊 找我有事 去白露家给薛长安 读童话书 小孩子的胎教 是很重要的 在小妈肚子里的时候 多听童话故事 能感受到世界的美好 出生后 就不容易祸害人间 不 不是 听音乐更好吗 爸爸的声音 对小孩子来说 就是最好的音乐 爸爸如果不参与 运气太轿的话 那小孩子跟在单情家庭 生活有什么区别 知道了 我 好帅气啊 我不想跟田津志做闺蜜了 我要重新追求田津志了 如果事情真的像你说的那样 我可以让你随便采多少蜗菊 但我有一个条件 你必须把你的妻子 将要生的孩子交给我 我会让他过得很好的 而且会像妈妈一样对待他 丈夫由于害怕 只有答应女巫的一切条件 我实在读不下去了 我实在听不下去了 既然为了吃蜗菊 就答应把孩子给女巫 实在想吃的话 自己可以种吧 而且她丈夫的行为属于偷盗 竟然还要让别人可怜她 这个童话作者的价值观 算很有问题 那我换一个吧 换一个 换一个 这 是野狗吗 注意你的态度 还想不想跟我看电影啊 之前是白鹿状态不稳定 现在好了 有心情看电影啊 我答应过你跟你约会 不会骗你 给 电影票我都买好了 那我们四点钟出发 一会儿我要去摄影棚 拍摄网游代言的话报 拍完时间正好差不多 我们直接电影院见吧 好 谢谢 你是六号厅十排中间的十三号 还是十五号的位置啊 十五 天静芝 又是让你读童话开教 又是让你送饭 现在干脆直接骗我们 一起来看电影 看来天静芝 是真的想撮合我吗 对不起啊 不过很抱歉 我只是把你当朋友 我知道 你有喜欢的 既然被你看穿了 爱情是忍不住的 这是害主说的 被你这样拆穿 我突然有种 石头落地的感觉 没想到 暗恋竟然也有重量 不过被爱的 总是有恃无恐 你在说狼狼 我在说你 被喜欢的人安排 跟其他人约会 心里很难受吧 好像被抛弃了 觉得委屈 不甘心 不过你现在的感受 都是你应得的 你有多难受 对方就曾经多难受过 如果你的方式 让对方那么痛苦 那你的爱 跟毒药有什么区别 你真的喜欢天静芝 当然 她是我干儿子的妈妈 女人站队的话 不应该站在女人那边吗 谢谢你这么酷的田静芝 不客气 来都来了 那就看吧 我要吃剥米花 我给你帮你准备的 请不吝点 给你帮你回来 我觉得她 página 是 san准备的 有个人 是她的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爱是恋人的身份 有些事已经不可能 从熟悉到陌生 只不过是一种过程 眼角为时的泪痕 表情藏不准心疼 寂寞并吞 下手毫无分封 一个人 静得只剩下心跳深 那稀薄的温存 就别再过问 原来爱上你真的需要天分 你就不要再浪费多少 不想去等 请别说你现在还认真 用眼泪沉发过的枕刻 谁强忍假装转身 原谅我真的没有什么天分 最后你也终于有无神承认 回忆都只有熟悉口吻 重复提醒原来的永恒 不舍得醒过来 只因为梦在幻温 只因为梦在幻温